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大比鳥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寶可夢旅途的巨型即將化入尾聲了 小隻也即將卸下25年寶可夢大師的願望 那我們在影片中也能夠看到 皮卡丘最後對決裡有看到大比鳥出現 只可惜的到最終小隻終究沒有去長盤森林 旅行他跟大比鳥的承諾非常可惜 為此我們為了懷念大比鳥 所以我們今天將在第13季的對戰聯盟來嘗試大比鳥 畢竟他獲得刺膜攻擊的能力提升之後 在目前的高結盟裡竟然排名在第二名啦 而且不同於昨天的噴火王是在高結盟經典紀念的特殊賽事 大比鳥是直接在高結盟正常的賽事中直接取得第二名 因此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在對戰裡能夠打出怎樣精彩的對戰吧 好啦 今天有新手玩家再次提供對戰影片 目前他已經準備要到R22了 分數是2400左右 那今天的陣容的話使用頭巾混混 大比鳥以及貓頭夜鷹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好啦 首場遇到飛行系的獵劍也是逆風啊 那獵劍的話通常他是在屬性壓制的情況下 所以他會使用訓練宴席 不太會使用游泳猛攻啊 所以這邊切腳擋招肯定是訓練宴席先出來 那火系在打大比鳥算是平傷啊 所以傷害量還好 一下下來噴了三分之一 那這邊獵劍出招數稍微快一點點 所以他連續的出招 那這邊一定還是訓練宴席 這一下攻擊提升的狀況下也是打不死大比鳥 但是殘血的時候我們使用一個游泳猛攻 準備要捨棄大比鳥了 對手的獵劍攻擊上升了兩階是不是可以保住的 那目前就是一盾的優勢 但是數位上來在對手那裡 不過這邊選擇是頭金混上來啊 那這樣的話是打算靠欺詐去壓制烈劍英喔 一下來欺詐下去對手擋招 基本上烈劍英的坦度吃一個欺詐是不至於到啦 不知道為什麼要開盾 可能是因為捨不得烈劍英攻擊提升那麼多放棄吧 那目前就是一盾的優勢 然後再一次使用欺詐下去 那這邊對手沒盾了我們來看一下傷害量 吸詐下去之後 果然獵劍英是扛住了啦 其實他應該要保那個盾會比較好啦 後面會比較有操作的空間啦 不過現在玩家這邊還是硬保了頭金混混 打算用頭金混混的雙倍封完直接把他K下去 OK 那目前雙方兩隻 但是我們這邊頭金混剩下半血 然後對手 喔 上卡比獸上來了 他這邊上卡比獸的話代表他後面應該還是有怕格鬥系的啦 所以這邊頭金混混能夠打成怎樣 非常關鍵啦 不過卡比獸還是一個碳山頂能夠拿下我們 喔 這邊新城玩家打算拿一個七刀擋招 但是沒擋到 結果對手做一隻熊木曜他就跳掉了 頭金混混或者是大B這個屬性啊 剛好完全壓制熊木曜啊 不論是種子炸彈還是暗影球傷害量都很低 OK 我們在一個地方的情況下獲勝了 我們進入下一場 那下一場的話對手遇到了地牙海獅 喔 對手中途是直接換角 因為畢竟兵器怕格鬥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今天新城玩家配陣上啊 有點小心機啊 因為三隻角色都能夠打鬼王其他蒂娜 算是一個非常吻合高階的盟所需要針對的一個陣型啊 好 那我們人貓的會先使用暗影球出去 暗影球畢竟有壓幽靈啊 其他招式是平常 而一下下去鬼王的坦度還是非常好 只噴了半血啊 那這時候我們只要穩穩的把順位給拉住 然後用頭金混去打他的地牙海獅 那就看最後一隻是誰啦 基本這一場要贏沒有太大的問題 而且鬼王他今天並不是配原始之力 龍爪的傷害量真的是偏低啊 而且暗影爪在打一般系是被雙抗的 所以幾乎沒有太多傷害 好 此時盡量把槍上擠到極致之後 對手殘血嘛 我們選擇短能量的神像猛擊就好了 一下下去收掉了其他蒂娜 對手再次讓地牙獅上來了 那地牙獅勢必得放一個冰椎草罵 收掉矛頭夜鷹啦 矛頭夜鷹我們在之前超級猛介紹過 穩定性不錯 那他升到高結猛的話 缺點就是他的CP比較低 可以看到他武士的CP就2288 說實在是有點浪啊 所以大多數玩家還是會選擇大兵鳥 不過如果我們今天配置大兵鳥跟毛頭夜鷹就沒有這狀況啦 兩隻都是同屬性 那毛頭夜鷹的優點就在於他會暗影球 好 那這邊我們的七殺下去的時候 對手切腳了 那七殺打到的角色 哇 結果是波克機師 妖精本身是抗惡系 所以這個傷害量並不特別高 那目前是一頓的劣勢的情況下 選擇大兵鳥上來 大兵鳥面對到這種單點型的角色就是非常優勢啊 因為羽毛五下去 攻擊直接下降兩階 那個傷害量非常的低 而且對手竟然開盾擋了羽毛五 畢竟他這邊一定要讓波克機師收掉大兵鳥才行 然後他就可以去打頭肩混混 但是大兵鳥才不理你啊 如果你在屬性上沒有壓制到我 我就可以羽毛五降到你死啊 所以這邊的話 翅膀攻擊的高序能配合著羽毛五的初級 要拿下波克機師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玩家再一次羽毛五出去 對手還是擋招了 然後這邊他就沒盾了 直接要猛攻 下去之後可以看到大兵鳥的血量上也有點低了 所以把大兵鳥送下去 頭肩溫上來 就可以收掉地下海獅 完全沒有問題 頭肩溫本身的坦度啊 吃到一個地震也不自己會下場 算是非常穩定的格鬥系啊 好他這邊使用冰錐出來 那這場要結束了 他的氣沒辦法使用地震了 我們正強拳一下下去 地下海獅就得倒地 這場的話很明顯就是我們的角色上穩穩的拉住對方啊 其他蒂娜的上來並沒有緩衝到 畢竟我們的角色他沒有辦法去打 後面雖然有一個波克機師 但是遇到了會用羽毛五的大比鳥 說實在他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好那我們就下一場 我這場看到臭臭尼 臭臭尼要看配招了 他在讀幾了 那雙方是一個平平的戰局啊 那我這邊有這個增強拳 能夠讓自己的攻擊力提升 提升小招的威力 在臭臭尼他有雙力戰彈能夠降我們防禦力 所以互相都是在拚小招 到底誰能夠獲勝 好這邊臭臭尼出招了 我們增強拳出招數比較快 所以取得一點小小的血量上的優勢 欸不過對手竟然是垃圾射擊 臭臭尼配垃圾射擊比較少見 因為大多數還是選擇能量上比較短的污泥波啦 垃圾射擊的DP沒有高很多 所以多數玩家是不會這樣配啦 但是他這一下下來 確實給我們投機物很大的傷害量啊 那這些新商玩家是直接切大冰咬上來 目前是一頓的劣勢啊 對手的臭臭尼 那個垃圾射擊 把風向完全全的拉住啊 然後這邊選擇羽毛五下去之後 對手的臭臭尼並沒有被收掉 還剩一滴血我們剛好再練功一下 目前同樣的是一頓的劣勢 但是對手的第二隻角色 竟然是奇拉蒂娜 其實在打高階謀啊 奇拉蒂娜就是你要鎖定的角色 那如果我們三隻都配能夠壓制奇拉蒂娜的 那這一場要贏的勝率就很高 雖然對方的一開始的開場垃圾射擊 給我們很大的威脅 但是感覺我們這邊有稍微把風向拉回來了 喔!對手一個龍爪出來 我們的大鼻鳥中傷了 剩下一點點血量 最後打算神秘一擊了 勇猶猛攻直接下去 勇猛攻下去之後 對手的奇拉蒂娜沒爆 他留兩盾給最後的角色 結果他最後的角色是頭金混混啊 哇!這一場有一點麻煩喔 因為頭金混混的話 他肯定會使用正強拳提升攻擊力 靠小招以及他的盾的優勢 然後持續的壓制啊 然後我們等一下頭金混混可能會上來 來一個切腳擋招之類的 不過欣欣的是 翅膀攻擊的能量 序能是提升啊 所以妖猛攻還是有機會打到頭金混混 這邊就要看操作了 對手頭金混混再一次出招 目前攻擊力提升一階 是否會直接來欺詐呢? 欸!沒有!他還是增強拳 想騙! 但是沒騙成 然後這邊硬要擊到兩個小猛攻 看起來已經沒有問題了 因為這個招式擋下來之後 盡量上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神龍猛攻破他的盾 再用一個神龍猛攻直接打到他 遊戲就結束了 看來對手剛剛的第二下 並沒有選擇使用欺詐 那一下非常關鍵啊 導致我們這邊殘血連續兩發 直接收掉對方的頭金混混 這邊很明顯的多虧了 翅膀攻擊的在這一季去能提升啊 不然這一場應該是輸掉了 對手並沒有其中一個選擇欺詐 反而讓我們賺到了 殘血收死掉頭金混混 OK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的對手 頭金混混會遇到胖嘟嘟啊 算是優勢啦 那對手換角了 尼多厚上來 尼多厚的話 我們今天的陣容很難打他 那新玩家並沒有快速的換角 反而讓頭金混混持續打下去 欺詐下去先耗損他的血量 中途可能要換角了 畢竟雙倍換 喔還是繼續打 並沒有打算換角 此時尼多厚是出招了 尼多厚的話在巨隊下修之後 他的出場機率也是有受到影響 喔他這邊直接大地之力出來啊 那這邊就擋對了 中途快 貓頭厚一上來 然後 以致他的大地之力 那應該就是巨毒牙加大地之力 所以新傳人家是沒有擋招 結果是一個 很奇怪的配招 竟然是尖死攻擊啊 那我們剛剛就講了 巨毒牙的能量需求變高了嘛 那他這個配置完全就是獨你的心態啊 讓你感覺 你好像配大地之力跟巨毒牙 我就不用擋一下 結果飛行一上來 吃到尖死攻擊 反正貓頭厭被殘血的尼火給吐下去啊 這是打一個奇襲啊 但是這樣的配置能量需求有點高啊 說實在如果我們開盾的話 他就會變得有點尷尬啊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大鼻鳥再次上來了 結果看到胖嘟嘟 對手這邊切胖嘟嘟 拿來打大鼻鳥 說實在他最後一隻一定會怕大鼻鳥的啊 這邊我們的盾可以稍微的去保一下 不過因為胖嘟嘟本身的招式 除非他配置冰凍光束啊 不然大鼻鳥是不用太怕他了 那他第一下下來是泡沫光線 那就一定會是暗影球加泡沫光線的組合 然後這邊一些玩家打算保住大鼻鳥 結果這時候 切我們的頭盾混上來 對方也是大鼻鳥 尷尬嘟 目前的風向 對手稍微拉住了 所以這邊一個欺詐下去 大鼻鳥直接噴了半血 看起來是打算讓頭盾混再來一個欺詐 壓迫對手的盾 好對手選擇一個短能量的羽毛五 那這邊打算拿頭盾混練功 那我們再吃一個欺詐 策略上就是逼到對手開一盾啊 欸沒有他沒有開盾 而且這欺詐並沒有打下大鼻鳥 哇結果還是被對手給練功了 大鼻鳥此時上來 可能會吃到羽毛五啊 那新玩家決定保住了 結果是高傷害猶猛攻 他直接放棄大鼻鳥了 最後胖嘟嘟上來 目前一頓的胖嘟嘟 但是暗影球在打我們 傷害量很低啊 所以這邊是不用太怕他啦 他頂多選擇降攻擊力的胖母光線 如果他剛剛選擇羽毛五的話 這邊我們大鼻鳥 在對手的胖嘟嘟的胖母光線下 應該攻擊會下降非常多 但是胖嘟嘟要贏大鼻鳥應該還是很難啊 暗影球的打到一般系是雙抗嘛 傷害量很低 這邊感覺我們還是會獲勝啊 OK那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齊阿滴娜 OK啦齊阿滴娜穩穩的壓制啦 對手換腳就看他怎麼做啦 不過他後面 欸不對他中間換腳了 如果他後面有怕格鬥系的話 確實用齊阿滴娜繼續打會比較好 不過他這樣切 選擇西屍海人上來 先賣掉自己的妖精系 那這邊我們可以猜測啊 看到西屍海人 有可能最後一隻也是妖精系帶撒嬌的 說不定啦 我們先猜一下 好那對手此時 是沒有擋住我們的神妖猛擊 那接下來的話 看起來翅膀攻擊可以直接把他拍掉 但是新陳玩家並沒有貪心 因為要直接把他拍掉的話 可能要開一個盾啊 所以還是快速的使用神妖猛擊出去 西屍海人的出招數真的是比較慢一點點 此時對手應該會亮作一隻出來啦 他不可能選擇齊拉蒂娜來打貓頭夜鷹啊 欸還是齊拉蒂娜 好啊那這一場他應該是GG啦 因為他最後一隻肯定是怕貓頭夜鷹 或者是怕頭巾混混二選一 那他這邊收拾掉貓頭夜鷹我們還有一隻大的鼻鳥啊 所以基本上已經可以預測未來了 好對手的賈迪娜這一次配置原始之力了 所以可以打飛行 所以新陳玩家是選擇了頭巾混上來 遇到原始之力的話還可 欸對我對手做一隻真的還是妖精啊 那這邊的話皮可西帶著撒嬌面對到大鼻鳥 非常的辛苦啊 因為我們可以使用羽毛巫 羽毛巫直接降兩階攻擊力 那種單點型的角色直接變廢物啊 雖然羽毛巫的傷害量很低 但是這邊連續兩個羽毛巫 就可以給他非常好的一個壓制力了 但是目前大鼻鳥想像好像有點低喔 首先我們開個盾擋住黑心拳 目前是一頓的劣勢再次羽毛巫出去 那羽毛巫這時候下去的話 對手的皮可西是擋招了 傷害量的話感覺我們出一個招式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並沒有選擇妖猛攻 再一次羽毛巫 羽毛巫的降攻真的非常強啊 不過對戰的機制是這樣啊 只能降到視界啊 所以整體上就只能這樣了 欸對手中途換角了 他把皮可西換掉 讓他的攻擊力下降的效果給取消掉了 那我們面對到奇阿蒂娜 原始之力出來打格鬥系減傷 這一個使用原始之力 他另外一招一定是配置幽靈系的招式啦 那兩個招式在打 都會是單抗 那不如就選擇 那個幽靈系招式可能會比較好啦 他這邊原始之力出來想要拼個BUFF嗎 好再一次原始之力 不死心啊 但是要拼個BUFF還是有點難 那這邊有頭巫就擠到兩個欺詐 一個打這一隻奇阿蒂娜 另外一個就去打那隻皮可西 應該是會結束啦 皮可西妖精系是單抗惡系招式的 好那我們的欺詐下去了 對手皮可西的攻擊力回復原狀了 但是他想要上頭點滴 我們大餅鳥上來 然後剛剛好吃完攻擊把他拍掉了 他的殺娇來不及點到 驚險獲勝啊 皮可西終究還是稍微比較硬一點點 好我們就下一場 再次看到奇阿蒂娜 很正常高結盟嘛 這次奇阿蒂娜 喔不對他是配龍洗的 那我們這邊沒有太大的優勢 因為他用龍洗加龍爪的話 都是平常打擊 而我們的欺詐至少要兩發 才有辦法拿下他 所以對方可能是有開盾的空間 欺詐一下下去 打不到一半 中途換角了 我們選擇貓頭焰上來 對手遲遲一定是龍爪出來 龍爪出來打貓頭焰傷害量還好 那今天我們的配陣是ABB嘛 能夠逼出一些 能夠打飛行系的角色 讓大米亞可以避開 貓頭焰至少還有愛女球 可以打像是槓系啊 或者是岩石系的 那貓頭焰這邊 對手還是選擇奇阿蒂娜持續打下去 因為他在屬性上並沒有弱勢 比較尷尬的就是我們今天 雖然陣型上是壓制鬼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他配是龍洗的話 反而這邊我們就沒有在屬性有抗性的情況下去打他 對手第二隻角色上來是愛女版本的噴火龍 噴火龍我們昨天是在高結盟經典紀念介紹 那今天在普通的高結盟看到 愛女版本的說實在丹尼還是認為 翅膀攻擊比較選擇愛女比較好 因為翅膀攻擊主要還是靠大招去出擊 那時候大招的爆炸鏈傷害量很好 不見得愛女版本會需要啦 愛女版本主要還是用在龍洗的部分 OK那這邊我們的貓頭鷹下場了 選擇大拼鳥直接上來 畢竟不能讓頭經典的格鬥系面對到飛行系嘛 那對手的噴火龍還是很煩啦 出招數非常的快速 目前剩下一盾 精神玩家直接把盾開掉了 擋到爆炸鏈非常好 那這邊選擇一個短能量羽毛五 羽毛五出去的話 噴火龍的血量上剛剛好剩一點點 可以用翅膀攻擊練功 結果對手不想讓我們練功 最後選擇聚早怪上來 那這邊沒有幾到搖猛攻 反而是快速的選擇羽毛五出去 降對手攻擊力 羽毛五下去之後頭經文上來了 目前就是降兩階攻擊力啦 大筆鳥非常的煩人啊 然後聚早怪的傷害量 雖然是暗影版本的 但是降兩階攻擊力 這個傷害量肯定很低啊 一個地震下來打不到一半啊 那這邊我們選擇高傷害的 騎炸出去 騎炸下去 聚早怪暗影版本的殘血 OK 這邊OK了 對手就算江蠢要碰到我們 我們還是可以拿大筆鳥 給這一隻聚早怪直接練功起來 最後再處理掉他的噴火龍 遊戲就結束了 好 又收尾了 大筆鳥上來 準備收割 很火龍 就算是用龍爪也打不死我們 他剛剛決定性的關鍵 就是那個爆炸獵人啊 但是很可惜沒打到 好 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好 這一場的對手的角色 哇 結果是大筆鳥 有點難打 到這邊 格鬥怕飛行直接換角 選擇大筆鳥的鏡像對決 欸 不過我們這邊有注意到啊 新城玩家的大筆鳥 是有帶會章的 不過 等級上是沒有51等的喔 大筆鳥本身 要在高階風使用 是要灌滿的啊 不知道為什麼 新城玩家這邊 三隻角色都沒有帶夥伴 不知道他 目前遊戲裡面 的夥伴到底帶誰啊 好 那對手換角了 卡普奇奇上來 但是目前尷尬的是 大筆鳥攻擊下降兩階 那卡普奇奇 有一點癢啊 那這邊 連續使用羽毛5 把對手卡普奇的攻擊力 降到最低啊 他的水槍 有傷害嗎 怎麼看起來好像沒有在動啊 這個4階下降攻擊力實在太噁心了 其實在上一季 大筆鳥的刺碗攻擊力 還沒有下修前 有些玩家就靠著 大筆鳥攻頂啊 像薰偶是 高結盟直播的時候 大筆鳥攻頂的嘛 那這一次刺碗攻擊的 能量提升 勢必讓大筆鳥變得非常強 可能出場級很高啊 那羽毛5一直降攻 真的非常煩人啊 那對手 卡普奇奇換一個招式之後 等到時間到換角了 再次讓大筆鳥上來 並且讓卡普奇奇 攻擊力下降的狀況給取消 不過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剛剛新的玩家 並沒有讓大筆鳥下場 所以現在換角時間 是還沒到的 所以 我們的同學會員 只能面對到大筆鳥 不過連續的其他下去 還是壓迫到對手開盾了 大筆鳥直接翅膀攻擊 農我們的頭肩混混 目前他的氣氧上不錯 會選擇誰上來呢 選擇貓頭夜鷹 結果一上來 對手是出不招啦 因為這邊選擇貓頭夜鷹的話 如果是要羽毛5 還可以切大筆鳥 所以這邊的操作上是OK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可能要開個盾 擋他的妖猛攻 將翅膀攻擊把它拍掉 我們換角的話 還可以讓羽毛5的狀況取消 喔不過這邊是選擇大筆鳥直接上來把它點掉了 而且氣氧上有猶猛攻出去 對手最後的角色是狗帕魯翁 猶猛攻出去 能夠逼到他開盾 那我們就有一盾的優勢 欸結果他沒開盾啊 哇這狗帕魯翁賭性堅強啊 想說我們會用羽毛5 降你的攻擊 造成優勢 結果沒有 很真誠的 猶猛攻直接打半血 那這邊貓頭夜衣 只要神鳥猛擊K到 優秀就結束了 那這邊對手是不是要擋招的 那我們有一盾 看一下對手是否會使用聖劍來騙個盾 再使用一個尖石攻擊出來 這邊非常關鍵啊 第一下出來 結果真的是聖劍啊 那對手來一個切腳擋招 但是卡普奇奇 並沒有成功擋到 而此時 啊新神玩家竟然跟他切齊出招了 本來想要暗影球直接下去 結果對手卡普奇奇 其實借玉洋之力出來 哎呀 慘念啊 其實這兩隻角色的 顯然有點微妙啊 卡普奇奇跟狗帕洛 用使用猛擊去打 可能會剛剛好 或者是剩一滴啊 所以新玩家可能保守啦 所以把人讓上級到最滿暗影球才出去 但是最終對手卡普奇奇 攻擊是獲勝的 好那我們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來一個鏡像對決 最後看到的是投機混混的鏡像對決 這邊的話 這邊算是打算切腳擋招 讓我們的大兵鳥上來緩衝一下 增強拳吃到 還好 對手也是換腳了 選擇獵劍營上來 那獵劍營打大兵鳥的話 就看雙方的出招啦 其實很難說啊 好 獵劍營率先出招了 羽毛武沒有先出去 對手是訓練宴席 大兵鳥看起來要直接放棄了 應該也是一個B盾流啊 然後猛攻先下去 但至少我們剛剛有擋到一個增強拳 我們目前投機混是稍微佔優勢的 對手直接沒有擋永猶猛攻 所以他的獵劍直接下場了 雙方心裡站上啦 我們這邊是略勝一點點 大兵鳥要殘血 還能夠再放個招式 所以風向已經在我們這裡了 對手再次讓他的投機混上來 在這邊選擇羽毛武出去 看一下對手投機混是否會擋招 我結果他擋了 很擔心吃到永猛攻直接崩盤啦 那這邊我們氣氧上的優勢 投機混先上來 增強拳出去 就要看對手最後一隻角色到底是誰啦 最後一隻角色 又是卡布奇奇 卡布奇奇這個水槍 真的沒有太多傷害 他目前攻擊是沒有下降的 那傷害量真的還好 高潔猛用水槍的角色比較少 好像僅剩卡布奇奇的樣子 因為水槍是平平的傷害量 在普通高潔猛的賽事 很多角色都是50等 坦度都非常好 所以那種單點型的小招 比較沒辦法發揮出來 好那這邊選擇一個聖遙孟姬 王頭燕要打贏 卡布奇奇看起來並不算太困難 只要不要吃到他的月亮之力就好了 好那對手的卡布奇再一次出招 卡布奇奇比西式海人好的地方 在於他的大招 有衝浪這個能量上比較短的啦 西式海人的大招能量上需求太高了 所以這邊 雖然衝浪有點煩人 但是我們出招數也算快速 還是收拾掉卡布奇 而對手最後一隻角色 頭經昏昏上來 只能仰天長炭啊 這邊他完全打不贏啊 雖然他這邊出招了一個增強拳 但是血量上的差距 還是會明顯的感受得出來 好那我們這邊 喔 準備增強拳的時候 對手再一次出招 攻擊提升的增強拳 屬性上的壓制 但是也沒有太多的傷害量 那新傳玩家是打算直接把他K下去 但是很可惜的 對手剩下一滴血啊 所以急急忙忙的 快點只用增強拳出去 不想要同歸於盡 增強拳下去 收掉對方的頭經昏昏之後 一拳補在卡布奇臉上 屬性上的逆風打法 最後就拿下勝利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只能說13技對戰聯盟 真的是飛行系的天下 翅膀攻擊只是提升了1的序能 卻讓許多飛行角色因此而崛起 不論是昨天的噴火龍 或者是今天的大鼻鳥 我們在對戰中都能夠看到 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雖然他本身就只會飛行系的大招 但是能夠用熔鳥猛攻的高傷害 或者是羽毛5直接降對手攻擊 互相的配合 讓他在對戰中的彈性上非常的好 最後玩家如果喜歡大鼻鳥的話 也能夠在高結盟嘗試看看 最後的話我們要再次感謝新城玩家 提供精彩對戰影片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如果你喜歡他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到他YouTube頻道 進行訂閱跟分享喔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tit了!